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晶搖搖的抽6萬大獎 7個月前 復興航空G235號班機 墜毀台北南港 造成43人死亡 去年7月23號澎湖空難 也讓數十個家庭破碎 復興航空機組員訓練不足 半年就發生兩起重大意外 才帶規模召回機師重新訓練 這個月4號在金門上一機場 也沒聽從塔台指示 就進入跑道 差點和要降落的復興航空對撞 9月4號上午10點10分 一架復興航空ATR-72500型的客機 竟然沒聽從塔台指示超過等待線 立榮班機只差兩分半就要降落 塔台一件不對勁 立刻要求立榮班機重飛 兩架班機差點對撞 82條人命和空中危機擦身 絕對不可以自己擅自做主 甚至於自己來下定論 這個違規是非常的危險 只是對此復興航空並未出面說明 只透過一紙聲明稿 承認當時的確是人為疏失 事發第一時間嚴懲正副駕駛立刻停飛 也決定將現有三架ATR-72500型的客機除以 明年要引進新客機 讓機靈更年輕化 不過從去年空難到現在 復興航空陸續出包 這回罔顧乘客安全挺而走險 飛安問題恐怕還要再檢討 記者莊敬軒 王新諾 SNG小組 台北報導 記者莊敬軒 王新諾